大家早上好 我是圣浩TV的圣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你的面子说完美的 呈现你的YouTube缩图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一个是完全没有用 任何工具的缩图 一个是用了工具 过后制造出来的缩图 我们现在开始执行 在还没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选一个YouTube的网络 然后我们选一个YouTube的video right click 然后copy link address 我们先把它放在我们的post 以下这个图片呢 这样就是你会 post在你的wall的缩图 这缩图就感觉上 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我们现在将会去使用 另外一些tools来改变YouTube的缩图 在这里我将介绍了 两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就是pixi 第二个工具就是ypt 这两个工具呢 这两个工具呢 将会改变你的youtube缩图 首先我们先到我们的youtube 先找一个你想要分享的youtube video 我就以这个youtube video 作为我的实验 首先我先right click 然后copy link address 然后把它paste在pc 然后把它paste在pc pc就会 自动转移另外一个url 来呈现你的youtube缩图 这个就是它更改过后的youtube缩图 然后上面这个url 就是更改过后的url 我们要做的就是先copy这个url 然后放在我们的facebook 然后放在我们的facebook 在我们的post 我们点击 然后paste 这个就是那个缩图了 另外一个就是yt to fb yt to fb的用法就是 跟pc是一样的 你只要copy你youtube的url 然后再paste在yt to fb 就会自动转移另外一个 视频给你看 所以现在你有看到一个是before的 完全有更改的一个 缩图 另外一个是更改过后的缩图 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 就在这边按click in 这个 这里面的setting呢 你就要先成为他们的member才会更改 so far 我觉得这个还满意 所以我直接就用creating 然后这个url就是它已经更改过后缩图的url 我们只要copy这个url 同样的放在我们的facebook的wall 这个就是那个缩图了 之后我们折到这个缩图过后 我们先按publish 你的缩图就会完美的呈现在你的facebook 复习 这里的我们将使用了个website的tools 来改变我们的缩图 第一个就是pc 我们只要复制他们autogenet过后的网址到我们的社交网站就行了 第二个就是yt to fb 同样的做法我们也是复制他们autogenet过后的网址到我们的社交网站就行了 这两个社交网站出的可以support Facebook之外它也可以support googleplus 我们不定时的上去it和普格运的支持这些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